知情人士泄露高层指示 毛指带悲剧恐将重演 上海富豪也没饭吃 消息指封城因这一事要延长 被质疑利用特斯拉影响推特 中共外交部这样说 抗日名将张子忠女儿北京逝世 曾是地下党 却被中共迫害 香港监察发布最新研究报告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岸药文 今天是4月27号星期三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消息 《华尔街日报》4月26号 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习近平已经对官场发出明确指示 要确保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超过美国 这篇报道说 在过去几周的会议上 习近平告诫中共金融领域官员 确保经济稳定与增长很重要 因为这是证明共产体制 比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更优越的关键 习近平的要求唤起人们对大跃进的回忆 毛泽东在1958年大跃进初期提出 感应超美的口号 大跃进最后折腾成了大饥荒 七千人大会之后 中共内部矛盾异常尖锐 最终毛泽东为巩固自己的权力 发起了造成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至于大跃进的背景 历史学者宋永毅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说 1958年是毛泽东继续强化阶级斗争的一年 除在国际和台海挑衅之外 在中共党内是整肃出反党集团最多的一年 在民间还出现了肃反大跃进运动 某些地区甚至连中学生都无法倖免于肃反 宋永毅认为 这一系列政治运动在全社会制造出恐惧气氛 没有人敢说话 再加上中共屈炎覆势的政治文化达到了高点 层层造假 人人吹牛 因此大跃进得以顺利推行 如果把今天的政治社会环境与1958年对照 相信可以找到许多类似之处 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令人担忧 一场全社会的灾难要再度降临 网友议论说 习近平之所以提出必须感应超美 是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共政权的稳定性 换句话说 中共高层意识到政权根基受到了威胁 公民记者陈秋实26号转发一段视频 可以反映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 陈秋实说 年轻人开始逃离上海 视频中一位女子说 我要回家乡了 征信黑就黑吧 我们房贷85万要还30年 每个月要还3500元 现在已经没有了收入 我还有三个孩子要养 我想过卖房子 可惜有价无市 首付中介费税费就要30多万 一个月虽然我们也还3500 也还了三年了 这不也就12多万吗 现在竟然还欠银行78万 现在房子拍卖底价只有40万 如果按这个价格算的话 我还欠银行38万 银行说还要罚息 还有诉讼费 还有律师费 都需要由我来承担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就算我赛分都20年 也挣不回来这80万 这短短一分钟的视频 曝光了封城打击下 失业人数增加 楼市惨淡 断供大潮在即 大批百姓将陷入赤贫 等等经济问题 资深媒体人石山 日前在大纪元发表专栏文章说 中共倒台有两个条件 其中之一正在发生 石山写道 历史上社会大崩溃通常有两个因素组成 一是战争 一是瘟疫 这两个东西现在都出现了 而大部分情况下 战争和瘟疫都是通过摧毁经济来发挥作用 因为战争和瘟疫不一定直接影响到个人 但通过经济就没人能逃得了 因此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就显示两个毁灭性因素的冲击进入第二阶段 石山详细解释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严重问题 特别提到党媒新华社也在19号的文章 当前中国经济识问中表达了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极度忧虑 石山说 我们以前有一个预测 中共遇到两个事情将发生大崩溃 一个是一场失败的对外战争 另一个是一个长时间的经济大萧条 现在看来起码经济大萧条 各种迹象已经出现了 上海封城还在持续 由于当局把一批黄浦区核酸一性居民 转移到浙江省杭州市 吓得杭州居民举家出逃 目前看来 封城引发的灾难还没有尽头 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4月26日发推说 上海这场灾难提醒中国人一件事 中共体制下有钱也买不到平安 上海浦东豪宅住户 照样面临物资匮乏和饿死的困境 这对富豪们的心态来说是最大的打击 早前就有微博用户透露 上海的世贸滨江 仁恒河滨等 都是十几万块钱一平米的高档小区 但这里住的大佬们也饿得到处求吃的 这个网民预估上海的地位可能会发生改变 这种改变是巨大而深远的 从他附上的几张朋友圈截图来看 仁恒河滨有住户求救说 小区4200住户 12000多人陷入极度危机状态 唯一进出物资停止使用 没有物资支援 一位住户说 我觉得今年最魔幻的是 我一直在讲俄罗斯乌克兰要闹饥荒 要饿死人 结果我自己先轮到饥荒 有的小区开始闹事了 也有人议论说 豪宅神话破灭 连你这种精英都这么惨 其他底层可以想象只会更惨 在看看下面这段视频中 因为封控措施无家可归 不得不在上海虹桥站 长期露宿的外力打工人 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惨 是没有下限的 另外 自由亚洲电台4月26日报道说 上海上周把黄埔区大批居民 转移到杭州隔离 虽然这些人都是核酸阴性 但杭州人担忧 当地也像上海一样封城 吓得一批中高阶层居民 举家逃离杭州 报道还引述上海一位志愿者披露 令人不安的消息说 收到上面的消息 上海暂时不会解封 要延长到6月份 要到六四以后 怕学生搞事情 要不然习总昨天 为什么去人民大学考察呢 全球首富特斯拉总裁马斯科 4月25号成功以440亿美元 收购推特平台后 外界警告 小心中共利用特斯拉 在中国的生产基地 对马斯科和推特施加压力 在2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也被问及此事 汪文斌没有就此做出正面回应 仅表示 我注意到你很会猜测 但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目前 马斯科也还没有 针对外界的质疑做出回应 但他此前曾在推特发文表示 我希望对我批评最严厉的人 也能留在推特 这就是言论自由的意义 视频账号一键飘尘发推分析说 马斯科买下推特 不可能不引起中共的兴趣 他是抓了一个烫手山芋 一键飘尘认为 一方面美国民主党不会放任 另一方面中共也一定会施加压力 未来就看马斯科自己的取舍了 抗日名将张志忠之女张连云 4月25日在北京病逝 终年99岁 张连云的家庭背景 自中共建政以后就被登记为军阀 文革期间惨遭批斗 差点熬不过去 据中央社报道 张志忠共有4名子女 张连云排行第三 张志忠在1940年5月16日的早一会战中殉国 当时张连云只有17岁 张志忠是中华民国全面抗战爆发8年下来 牺牲阶级最高的军事将领 同时因为张志忠不是出身黄埔军校 而是跟从冯玉祥的西北军 身上蒋介石的色彩较淡 近年来也一直是中共进行民族主义宣传的工具 但如果以张连云为窗口回顾历史 当中有很多讽刺之处 专栏作家许建宏曾在新闻网站 《关键评论》发表文章指出 根据大陆方面的资料 张连云早在1946年 也继父亲殉国6年后 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 许建宏写道 1949年1月22日 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副作义将军宣布北平和平解放 据说当时在自中小学担任教员的 张连云就是整个北平市内 八个共产党地下党成员之一 另一个是副作义的女儿副东局 副东局偷偷将父亲的兵力部署 甚至每天的作息情绪变化都出卖给中共 后来又推动父亲投降 与副东局类似的是 张连云在中共劝详副作义的过程中 也发挥了作用 徐建宏说 张连云不仅没有效忠父亲所谓之奋斗的中华民国 还在最后捅了中华民国政府两刀 尽管对中共有功 但副东局在文革期间仍被当作阶级一级分子 揪斗 拷打 晚年副东局生活窘迫 微薄的退休金几乎让他看不起病 住不起院 类似的是张连云生活在大陆的子女们 一直被中共迫害 中共见证后 张连云第一次正式填写登记表时 上级要他在家庭出身一栏中填军阀二字 张连云曾因此对家人说 从小我就会唱打倒列强除军阀这支歌 而现在父亲也列入军阀之列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 张连云长子张连珍的家被超了四次 患有高血压的他没能熬过十年文革 于1968年去世 张连云也被替了阴阳头游街 他曾自述当时差点熬不过来 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 26日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指出 香港的新闻自由在政府的镇压下 几乎完全被摧毁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这份报告名为站在抗争前线 香港新闻自由遭受的各种打压 报告列举了2019年11月反送中运动期间 前香港民主派议员赵家贤在太古城中心外遭袭击 被咬掉了左耳 事发现场影片清楚记录了被袭过程 然而当时在香港无线电视TVB担任主播的王军燕却透露 上级要求他在播报时读成赵家贤的耳朵 是不知何故自然脱落 这个案例只是香港新闻自由消失的冰山一角 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访问了十多名正在流亡的新闻工作者 并综合全球所有主要研究新闻自由的机构报告 分析香港政府如何以不同方法打压新闻自由 包括港府利用国安法对新闻工作者进行打压恐吓 政府对编辑台进行干预或审查等 报告统计 自国安法实施后几乎所有独立和支持民主的媒体都被迫关闭 18名记者被捕 目前有至少12名记者和媒体高管仍在被关押中等待审判 报告担忧香港记者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定义 即将出台的假新闻法更可能成为当局打压意见的工具 报告呼吁国际社会在捍卫新闻自由的同时 向受威胁的新闻工作者提供逃生出路 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内容 在这期节目中我们提到 一个政权末期社会大崩溃的一些征兆 如今在中国社会是不是已经快到了崩溃的临界点了呢 而持续的疫情风控政策 可能会持续到6月4号这个敏感日期之后 这个年代的学生会不会有热血 有青春 有主张 有见地 有担当 有勇气 成为反对当下政权的排头兵呢 对此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请在留言区留下您的观点 同时记得点击小铃铛 订阅希望之声TV 我们下期见